现在提到娱乐圈,想必大家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吧? 尤其是明星们在感情上的纷纷和合着时让人眼花缭乱 经常有人刚刚曝光恋情没几天变 又病又传出分手恋爱的消息 对于他们来说 换男朋友或者是换女朋友就如同换衣服一样简单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一位曾经交往过 17个男友的女明星,她曾经是歌坛异姐 但之后继承了上亿的遗产,便不再唱歌了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的她跌落神坛 也越来越像网红了 请输入图片描述 说起肖亚轩,想必大家已经对她感到非常熟悉 尤其是对于90后来说 她简直是青春时代的歌坛异姐 曾经演唱的很多经典歌曲 到现在还经常会被在KTV中点到 比如说,最熟悉的陌生人,表白,类似爱情 爱的主大哥,等等 这些歌曲当年 一发表便奠定了她乐坛异姐的地位 而之后她的歌唱事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请输入图片描述 但是后来她却逐渐淡出了歌坛 原来是因为她直接继承了妈妈留给她的上亿遗产 而之后便更加无心唱歌了 不过肖亚轩的家世背景一向都很不错 妈妈曾经是大公司的老板 而自己又有很强的吸睛能力 请输入图片描述 而现在娱乐圈中传出她的消息 大都是她又换了男朋友之类的 不过如今39岁的她在娱乐圈中还是享受着很高的人气的 毕竟她的歌曲还传唱到现在 不过她似乎并无心付出 而近年来越发沉迷于整容了 早年的她样貌虽然算不上漂亮 但也十分的具有个性以及魅力 而现在的她长得越来越像网红了 明星味越来越淡了 请输入图片描述 不过她近年来除了喜爱整容以外 还特别喜欢和小鲜肉谈恋爱 交往众多的男友都是比她年纪小的小鲜肉 但是恋情如此丰富的她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结婚呢 也可能是还想再继续自由几年吧 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评论哦